民国时期十大爱国实业家 1.中国葡萄酒之父张振勋 张振勋出生于广东梅州 是张玉葡萄酒的创始人 他从18岁起置身闯荡南洋 在短短十年间就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其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 比当时清朝国库年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 被美国人称作中国的洛克菲勒 民国成立后张振勋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于1916年并是于亚加达终年75岁 2.壮远实业家张简 张简出生于江苏南通 是清末壮远曾起草过清帝退位诏书 他主张实业救国 其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 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6年张简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3.中国船王卢作福 卢作福出生于四川河川县 他所创办的民生公司独占川江航运 并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抗战期间卢作福领导民生公司 组织指挥了宜昌大撤退 在40天的时间里 他将150万余人 100万余吨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1952年卢作福在重庆去世 享年59岁 4.中国实业之父圣宣怀 圣宣怀出生于江苏常州 是清末官办商人 他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工学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1916年 圣宣怀在上海病逝 享年72岁 5.火柴大王刘鸿生 刘鸿生出生于上海 以经营开栏煤炭起家 后将资本投资火柴 水泥 毛汁等业 成为集煤炭大王 火柴大王 毛坊大王 水泥大王于一身的企业大王 创立了近代中国 数一数二的民族企业 1956年 刘鸿生在上海病逝 享年69岁 6.面粉大王荣德生 荣德生是江苏无锡人 是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荣毅人之父 他一生从事 纺织 面粉 机器等工业 近60年 并享有面粉大王 棉杀大王的美誉 1952年 荣德生在无锡市市 中年77岁 7.国货大王 方叶仙 方叶仙出生于浙江宁波 他所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 生产了三星排芽粉 雪花糕 生发油 花露水等产品 还研发了中国第一代芽膏 三星芽膏 享有国货大王 化工大王之称 1940年 方叶仙拒任汪伟政府的位职 同年被汪伟76号特工绑架杀害 年仅47岁 8.魏晶大王 吴运初 吴运初是上海人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魏晶厂 其所生产的 天除魏晶与日货相竞争 销露日广 大得人心 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3年 吴运初并逝于上海 享年62岁 9.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 范旭东出生于湖南长沙 他先后创办了九大经年公司 永利减厂等企业 并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胺产品 被毛泽东称赞为 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1945年 范旭东在重庆病逝 中年62岁 10.药业大王 向松茂 向松茂出生于浙江宁波 他从20岁起便投身中国新药制药业 曾多次到日本欧美考察学习 引进制药的先进技术 并首创牛豆苗 人造自来血等国产新药 抗战爆发后 向松茂成立义勇军抗日 最后 不幸为国捐躯 年仅52岁